小朋友们大家好,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王淑婷老师,欢迎来到新东方网络课堂。 上一节课呀,我们结束了生母的学习,这一节课呢,我们要来学习一些新的知识了。 看看这一节课,我们要学习什么知识呢? 原来我们要学习的呀,是父孕母。 他们呀,是孕母,可是和单孕母可不相同咯。 我们先来看看他们是谁。 他们是I,A,V。 那么父孕母有什么样的特点呢? 我们通过下面这一首儿歌来了解一下它吧。 我们来看,这是一首父孕母儿歌,老师先给你读一遍,好不好? 你听好了哦。 父孕母儿歌。 父孕母真有趣,两个单孕母在一起,前众后亲连着发,一口读出就是她。 这个呀,就是讲的父孕母的特点呢。 父孕母是两个单孕母放到了一起,而且你在读它的时候呢,要注意,前面的中读,后面的轻读,从前面的发音,慢慢的滑向后面的发音。 一口读出来就是这个父孕母了,大家和老师一起读一下这首儿歌,来巩固一下对父孕母的了解吧。 我们来看父孕母儿歌,父孕母真有趣,两个单孕母在一起,前众后亲连着发,一口读出就是她。 小朋友们,你们学会了吗? 接下来呀,我们赶快去看看第一个父孕母是谁吧。 同学们,你们看,这儿是不是站着一对小姐弟呀? 这一对小姐弟,他们是分开站着的,还是在一起站着的呀? 对了,他们是哎在一起站着的,这个哎呀,就是我们要学的第一个父孕母,哎,大家看,它是哪两个生母组合在一起了呀? 哎,它是由孕母啊和孕母一组成合在一起的,和老师一起来念,哎。 哎,注意,它的发音是先发啊,然后慢慢滑向一,啊读得重,一读得轻,和老师一起慢慢读出来,哎,哎,哎,它就是哎在一起的,哎。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,哎的四声分别是什么呢? 同学们,老师来教一遍,你们跟着老师读,好吗? 我们来看一声,哎,哎在一起的,哎,二声,哎,哎,这是谁呀? 就是这个哎,三声,哎,哎,姐姐,高,弟弟,哎,就是这个哎,我们继续往下看, 四声,爱,爱,爸爸妈妈都很爱你,就是这个哎,我们继续往下看,看看有哪些生母和爱拼读,可以读出我们生活中这些美妙的事物呢? 看看,看看,这是一个什么呀? 这幅图是一望无惧的,大海,大海的海,它的韵母可就是我们的哎哦,你来看一下,大海是怎么拼的呢? 非常好,那么下一个小朋友们,你们自己来拼它好吗? 这是一个什么呀?这是一颗大白菜,哎,你们能把白菜拼出来吗? 哎,非常好,白菜,它们两个的韵母都是爱,来跟老师一起读,不爱,白,自爱,菜,白菜,非常好,那么我们往下来看第二个韵母吧, 第二个富云母宝宝宝呀,就在这个图中,你来看,图中有一个小哥哥,他穿着一件蓝色的衣服,举着一把斧头正在哎呦,哎呦的砍树 你们来看,这棵树的形状,像不像我们学过的单韵母,呃,而这个小哥哥,上面一个斧头,像不像是一,哎,他呀,就是呃和一组成的,我们要学的这个韵母叫做哎,和老师一起来读,哎,先发呃,再发一, 连起来滑过去读,哎,哎,非常好,那么他呀,就是这个哎呦,哎呦的这个,哎的发音,我们来看一下,哎的四声分别怎么读,同学们,老师已经教过你们啊的四声了,你们自己来练习一下,哎的四声的读法吧, 第一个,一声,好,读出来了吗,一声,哎,二声呢,二声,哎,三声,三声是,哎,四声,哦,老师听到了,四声是,哎,非常好,那么接下来,老师就考考你了,你看,这是一幅什么图呀, 这是我们冬天的时候会开的一种花,它的名字叫做梅花,那梅花的梅你能拼出来吗,嗯,说对了,它就是 哎,对了,我们继续往下看,来看看下一个富岳母又是谁呢,这里站着一个小姑娘,冬天到了,小姑娘穿上了自己漂亮的棉袄,戴上了一顶厚厚的帽子, 然后呢,她还在脖子上系了一个漂亮又保暖的围巾,哎,我们来看这个围巾的形状吧,这里脖子下面像不像是我们学过的乌, 那么旁边这个围巾呢,哎,旁边竖下来这一个围巾,加上上面这一个黄黄的帽子上的圆点,像不像是一,我们再来观察一下,它的围巾呀,就是我们要学的下一个富岳母,就是乌一,乌一,哎,就是乌一, 我们来看,它是由单韵母,乌和乌一,组合在一起形成的一个新的韵母,就是乌一,分着老师读,从乌向乌滑过去,乌一,非常好,它呀,就是围巾的,乌一的发音,我们来看一下,乌一的四声分别是什么呢, 第一个,告诉老师它是什么,快速的说,乌,第二个是,乌,第三个是,乌,第四个是,乌,非常好,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幅图,这是一个什么,同学们,你们家里有这个吗,这是我们平时放书的时候需要用到的,书柜,非常好,就是书柜, 那么你们想一想,乌它的拼音,应该是什么呢,哦,乌它的育母,就是我们刚刚学过的,乌,那你能把乌拼出来吗,我们看一下,书柜又是怎么拼的呢,是乌,书,注意了,下一个是,各位,乌,乌,非常好,以上呢,就是, 乌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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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乌的发音,也就是我们现在屏幕上出现的这三个复运母,你们都掌握了吗,你看下面有两个小兔子,他们开始讨论了, 这个趴着的小兔子,对站着的小兔子说,小兔子,小兔子,你看上面的三个复运母,I,A,V,他们刚刚在拼音节标调的时候,有的标在A上,有的标在A上,我还以为都标在前面呢,结果,V又标在了后面的E上, 你说这是为什么呀,大兔子就告诉他了,因为孕母标调呀,有一个规则,什么规则呢,下面跟老师一起来看这首标调歌,学会了这首标调歌,你就会所有孕母标调的规则咯,我们一起来看标调歌, 老师先来给你读一遍,有阿在,给阿带,阿要不在,欧欧带,要是一屋一起来,谁在后面,谁来带,小朋友们,你们看懂了吗,他呀,讲的就是这一顶声调小帽子,戴在谁的头上,如果有阿的话,那么我们就给阿带, 如果在没有阿的时候,就找哦和呃,所以说优先标调,优先标,阿,哦,呃,对不对,有阿带,先找阿,不管和谁一起拼,都是给阿来标调,那么哦和呃呢,是没有阿的时候,就给哦和呃来带,当阿,哦,呃都不在的时候, 一和呃一起来的时候呢,谁在后面给谁带,就是说,一呃见面标在后,记住了吗,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,比如说,这一个图上出现的, I,A,V,分别都给谁标呢,我们先来看,第一个,I,应该给谁标,应该给阿标,对不对,所以说,比如我们说,二声,你给A标上,A,应该怎么标, 好,同学们,你们自己写一下,对,写在阿的头上,就是I,那么第二个,A呢,啊,也是写在呃的头上,因为阿要不带,找哦,呃,对不对,那么呃的头上,比如我们说,三声, A,好,那么三声标上就是这样的,A,最后一个,呃,哦,你发现了,很神奇,这个时候,呃,头上的小点儿消失了,为什么? 因为,一屋见面,标在后,谁在后面,给谁戴,那么这个威,谁在后面呀,一在后面,就要给这个一上面标掉了, 那么小一有礼帽,标掉就摘帽,所以把一的小帽子摘掉,给这个一上面标掉,比如老师说,一声,威,就在这儿标上一个一声,就可以了, 小朋友们,是不是很简单,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这首标掉歌吧 标掉歌,有阿在,给阿带,阿要不在,哦,呃带,要是一屋一起来,谁在后面,谁来带 非常好,同学们,这样我们就掌握了标掉的规则咯 好,接下来,挑战一下自己吧,我们来看一看,和阿相拼,都有哪些生母可以和她拼出音节呢? 很多生母,这里呀,老师给出你这几个,第一个是,得,你来告诉老师,得爱,可以拼出来哪个字? 得爱,哎,你说看看这个人,呆呆的,就是这个得爱,呆,再比如说,头上戴一个小帽子,四声,带,就是这个得爱,带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,是特,那么特和爱相拼呢?拼出来告诉老师是什么? 特爱,胎,哎,你们是从一个特别小的小胎儿,长成了婴儿,长到了现在是一个小学生了 你再比如说它的四声是,泰,太,太好了,泰山,都是这个泰 继续往下看,下一个生母是,呢,那么呢和爱相拼,组成的音节是什么呢? 呢爱,奶,哎,那么我们说平时我们喊奶奶,就是这样拼的 奶,三声,那爱,奶,奶奶,下一个,乐,乐和爱相拼,组成的是什么呢? 乐爱,来,老师说,同学们,你们过来,哎,你们来这里,这个来,就是由乐和爱相拼,组成的,来的二声,来 再和老师把右边的这些音节读一遍吧 都爱,太,都爱,太,都爱,太,都爱,内,乐爱,来